怒砸水酬 退送鞠躬教人員 不滿年金被砍 年改7月1號上路後 衝擊33萬人 軍教人員向行政月提 1.6萬件訴願案 九成遭駁回 一成不受理 等於全軍覆沒 恐怕引爆訴願潮 原來應該有的退休的權益 一個非常嚴重的侵害 行政院根本就完全不以理會 就直接以駁回了 所以未來提起所謂的 要打行政訴訟 那甚至最後到市縣 人民權益被侵害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痛批 正式對人民訴願案件 形同而戲 他的生活狀況依賴程度不同 可是我們的行政訴願會 確實用一個定型稿 把一萬六千多件全部駁回 那當然就會進入第二個階段 要打行政訴訟 協會擔心公務人員年改 也會遭草率了事 目前考試院保訓會已收到8.6萬份答辨書 預計年底前召開首次委員會審查 公務人員現在因為他九萬三千多件 一件都還沒出來 那我預測他會累積到年底一次出來 那一次出來會天下大亂 今天大法官會議這些大法官能夠站出來 趕快受理事先案 這些爭議都可以迷平 行政院法規會回應 當事人主張並非訴願審查範圍 訴願駁回是依照年改新制辦理 只是年改衝促上路 期盼政府極力溝通 讓人民幸福 東森財經新聞中心的黃埔鄉台北報導 本市可期間 теперь favor아�rend 本市要希望 就自行 超 retro 有 再配訪 發 發